县长徐正卫参加第一场花莲的部落风年祭和风冰箱静谱三富桥部落族人一起来欢庆风年祭 县长表示部落文化是花莲的贵宝更是向祖林祈求与对话护佑部落丰收的方式 他也期待每年借由各个部落风年祭将外漂部落青年重新返回部落来汇聚 他也再次向总头目还有在座的贵宾致意祈愿部落事实无灾 县长徐正卫在部落头目祈劳的引领之下与族人手拉着手伴随传统歌谣围绕着圈旗跳传统大会晤 徐县长逐一向族人握手致意何以留念 他说部落文化是花莲的快宝更是向祖林祈求与对话护佑部落丰收的方式 一年一次的阿美族风年祭陆续展开 华联的第一场阿美族部落风年祭就在风冰箱的晋浦三富桥部落 部落的年轻人也都趁着风年祭回家来参加 换上传统服饰进到会场牵着旁边人的手象征凝聚 每年的相聚都是希望文化能够持续传承给下一代 记者高双双 风冰箱采访报道